早安 早安 大家都在全球環境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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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早安 Morning 早安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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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她的聲音來的 是啊 剛才入鈴她已經想笑了 Hello Money Hello 我真的發覺我扮梁思路扮得很像 是啊 入了一圈 Hello 早安歡迎所有的朋友黏著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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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留言給我們Live Live 好了 我就很有趣的 我自己本身 我今早跟Benny先講的 我問Benny你喜不喜歡陽光很猛烈 我喜歡 我好喜歡的 我好喜歡 我好喜歡陽光猛烈 但我知道中間那個不喜歡的 我喜歡英國的氣氣 她喜歡英國那些很灰 那些心情不好的 陰陰沉沉我的心情不好 你覺不覺得早上 例如睜大眼你開窗簾 看到陽光的普照 你個人是很有憧憬的 因為我今早跟Benny說 我住在深山的家裡 我拉著窗簾前面是一個樹林 所以我很喜歡很慢的陽光 射著樹林 那些綠色是零色的 你知道我會馬上想起什麼的嗎 天上有陽 天空有天 我大家拉開如果很慢的話 快點拉上去 其實你是光屍來的 化成灰 我還不是蛇嘴明 萬歲差館 我就想問你 那Benny是什麼 跟她一類人 不是 Benny是很喜歡陽光 沒有人跟我爭 沒有人跟你爭 完全沒有人跟你爭 就是你自己一個人要了 你覺得人 因為今天我問了一個問題 很好笑的 你們要想一下怎麼回答一下 人需要不需要光合作用 需要 一定要 我們小時候讀書 植物就要光合作用 人需要不需要光合作用 需要 我讀過需要 好像有讀過的 有 有讀過 我們有這科的 有的 自然科裏面有講光合作用的 是的 陽光普照 陽光 萬一 我只是問你一個問題 沒有了 現在全世界都沒有陽光了 不會有陽光的 每天都是灰灰暗暗的天氣 你覺得我們會不會死呢 人類 我猜會 因為第一你沒有陽光 陰陰暗暗的細菌滋生 嗯 生長不到我們吃什麼呢 就問你會不會死 不會的 不會的 我覺得都會連帶的 都會的 OK 這次剛剛 今期的這個 我很喜歡看這個期刊的 因為裡面那些很適合我看的 就是自然地球科學期刊 刊登了 某樣東西滅亡的主要原因 嗯 主要原因 因為沒有陽光 沒有陽光 跟著就已經是 你熬不到多少年的 你可以熬到第一年 熬到第二年 熬到第三年 第四年 沒有全部滅絕 一次過滅亡 滅絕 滅絕那樣東西 是我們常不常接觸的 滅絕那樣東西 我們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面的 這個大滅絕 跟我們都有關係的 OK 跟著就專家做了一件 很大的測試 用了很長的時間 人很有趣的 你說沒有陽光會怎樣呢 沒有 我看到我有些同學 有些同學 也不是同學 我來的 同事曾經 我就說他 你不行 你要改變一下 你一個禮拜 這樣 他說沒有 我不是不改變 我回晚上的 我回晚上 我早上睡覺 我就大概五六點起床 其實都沒有陽光 跟著就要熬到第二天 凌晨四點 我差不多睡覺六點 我怎麼會看到陽光 我根本看不到陽光 我這個朋友就是白到透明 但是他很 或者他天生黑 白到透明 可以天生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硬是覺得他沒有氣息 他不是皮膚的問題 他人沒有氣息 陰陰沉沉 我說不會 你一個禮拜有一天在家房 你早點起床 好啊拍你的戲 我們沒有氣息 夜晚跟你說世界鬼故事 一定恐怖 沒有氣息 OK 我說你不行 你一個禮拜有一天 你放假 放假 你早點起床 去曬太陽 嗯嗯嗯 然後他很好笑 他說沒有了 都習慣了 放假都睡了 我馬上說了一件事 然後他就肯一個禮拜去曬太陽 我說你這樣做下去 會死 你的運氣不好 嗯 你的運氣不好 都似會運氣不好 運氣不好 你不夠那個 陽氣 我覺得 不夠那個精氣神 再深入一點 你不夠那個精氣神 好幸好我平時都去行山 曬太陽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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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陰有陽的 是的 你有陽氣的 有陽氣 我說你天生人類 不是夜行動物來的 你一定要曬太陽的 要不然你老了 他知死了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 是的 他不是很老 他四十幾歲就骨質疏鬆了 疏了嗎 疏了 噢 真可憐 你什麼叫骨質疏鬆 你的骨裡面有洞 有洞 有洞 你很難補犯 他癌了 是啊 骨質疏鬆 因為他有一次弄傷 就是工作 雙手很久都不好 然後醫生就說你不要抱什麼了 他說你骨質疏鬆到這樣的 四十幾歲你疏鬆到這樣的 他說你捱不到六十歲 就是你捱不到 骨質疏鬆到六十歲 我想他還沒六十歲都歪了 不是 脆的 骨質脆的 一跌倒就很嚴重 一跌倒就會不好 我就說你這樣不行 你曬太陽 他自己裡面會幫你調教的 吸收維他命D 一定要 Francis很棒 他說現在馬上坐在窗口曬太陽 對呀 Francis你做得很對 你看看多少人喜歡 我很喜歡太陽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太陽的 是啊是啊 我也是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然後Benny說 誰不喜歡 我有人不喜歡的 隔壁那個人 我喜歡前面一塊很大的玻璃 然後看到陽光很猛烈 但是裏面要開冷氣 是啊 但是裏面是在撐著很舒服的 你會 但是我都會喜歡熱 因為我是不怕熱的 我怕冷的 所以我是喜歡出去走走的 但是我是怕熱的 但是我又喜歡看到陽光 所以我唯獨是最好的就是前面一塊大的玻璃 那些叫做很難服侍 是的 又怕熱 又要陽光 最好曬曬曬入我的家 但是我的溫度是16度 所以很有趣 所以你看我 我喜歡的地方 都是一塊很大的玻璃 例如某個地方喝鹹茶 那些東西弱了我 我什麼都不想 在那裡喝 因為我只喜歡坐在那裡 看看那個海 看看那些東西 我是喜歡這個感覺的 前面一塊大玻璃 這麼好太陽 哇 簡直是 25號台還是22號台 22號台 這星期記住要找他 現在連 星期五六日 現在連 真話事都知道 22號台 他可不可以要22號台 很有趣 我是很喜歡這個感覺的 是 接著呢 因為最近就是一顆隕石 開始大家就研究 他說人 基本上是不是一定要陽光 是 是 如果人沒有陽光的話 人類是會滅亡 不只是人類滅亡 是全世界會滅亡 OK 好了 這個很深的 所以要很深入淺出 九淺一深地告訴大家 哈哈 在醫術界 和醫學界 和學術界 認為在6600萬年前 6600萬年前 地球裏面 面對了一件事 就是隕石撞了地球一次 OK 但是那次就沒有造成 大災難 不是 它沒有造成大災難 但是因為它撞了下去這個 就是墨西哥的半島裏面 引致天空裏面很多的塵埃 就是撞了很多塵埃 比如你生火 也會有整個曼天 是塵埃 灰 但是足足是怎樣呢 這些的塵埃 導致地球75%的物種滅絕 恐龍也是因為這樣滅絕 OK 那些人就說 恐龍沒有太陽 它為什麼會死呢 原來沒有太陽 所有的東西包住了 因為沒有陽光 下面的細菌就生了 那些塵埃就生了 慢慢慢慢之後 那些地 那些地因為沒有太陽 那些泥土 那個酸鹼度 完全是已經錯了 生出來的東西吃下去是有毒的 OK 那慢慢由植物 沒有了紫外線 沒有了地球的光合作用 停止了兩年而已 兩年 兩年沒有光合作用 恐龍就死了 就是一件事這樣發生 導致 然後兩年 兩年沒有太陽就死了 OK 你可能試試兩年沒有太陽 你也會有不舒服 是 所以你問我呢 我這次都問Benny 你知不知道全球的自殺率 最厲害的那段時間是哪裏呢 英國 英國是有無刀之稱的 無 無的意思就是 永遠好像是 罩著那些地方 灰蒙蒙 每年的12月到5月 英國的自殺率是很高的 因為天氣令人情緒 心情 是啊 情緒 是情緒問題 你永遠都看不到陽光 但是你看到陽光的時候 你那個人是會很開心的 英國的時候就是暑假的時候 因為過了5月了 天氣最美 最舒服 還有一個地方 現在大家都考慮住不住 因為改變不了 因為很多人買了房子 現在都在想 原來他每年都有一個時間是這樣的 因為他改變不了 是那個風向的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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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改變不了風向的 風向是改不了的 他每年都是這樣的 OK 我曾經有個朋友 我說你在那裏賺了這麼多錢 發財 他說不行 那我也要那些小孩的健康的問題 那算了 沒有東西要賺夠的 他在北京搬回來香港住 霧霧 不行啊北京 真的 他比英國厲害 英國 我覺得恐怖 是啊 北京也是很厲害的 那個霧霧也是很厲害的 我三個朋友都回到香港 有些人回到加拿大 受不了 那些皮膚都有問題 那些朋友 乾到 是啊 OK 那接著就是那個霧霧 他說熬不到三個月 起碼三個月 他說哇 他簡直是一走出去 哎呀 那天是這樣的 他們開玩笑 我經常拍一些視頻 就是因為實在太看不到東西 一拖就拖了別人的老婆 哈哈哈 英國都不會那麼乾的那麼緊要 是 腳濕濕的 我也說曾經我讚過這個人 都是一個小聰明的 他發達 他拿著幾千萬走路 哇 什麼事 在北京可以拿著幾千萬走路 OK 北京都很多人很有錢 不是 都很多人走路 不是 他簡單來說 如果你半年 能夠合法地 賺到幾千萬 你看一看戶口 我夠皮了 撇 撇 湖湖流亂 是嗎 半年賺到幾千萬 什麼事啊 怎麼賺呢 合法啊 這些你不抑啊 Mandy 這些幾千萬 合法的東西 又半年賺的 自己立了先 他還沒立到 怎麼會益我 他嘗試失敗 就說Mandy Mandy 有東西益你 有東西益你 很簡單的 他將一件大家已經不要的東西 重新去編排過一次 然後拿出來賣點 很好賣 他只是寫著 這是北京 四個字 OK 你知道北京是這個 叫做 有個中央廣播的大廈 是很出名的 那個大廈是地標 他就拿我們小時候 玩聖誕節那些 熬的雪那些東西 他將北京放了下去 然後熬出來 是霧了 哦 很多人買 我沒有印象有 就是玻璃球你一熬一下 但是他都說是霧了 我還沒騙過 當時也是一顆雪 不是 他只是賣這個東西 賣這個玻璃球 發了 半年發達走了 這麼好的生意 有億來 有一個好笑 你招禁這個 是人家好賣到的 知不知道好賣到是怎樣 那他聰明 是 他賺了這個錢 這個玻璃球 是不是也有的 就是你不是就算 是啊 但是搞笑的 這個搞笑版 是霧了 你想想哪一年 就寫著霧了北京 這樣 那個人都知道 是地標 我後面這塊東西 這個是有趣的 它短短幾個月 發了一大 因為這個很諷刺 你想想這件事 一塊這樣的東西 你從小到大都見過了 你真的轉了一條橋 是 轉了一個名字 不是說了 轉了一些霧 一口氣 不是轉了一些塵 你想看霧霧的北京 這樣轉一轉就行了 OK 這些手信也有趣 幾十塊錢 很多人叫做冷笑話 諷刺 黑色幽默 他又不是不給它賣的 給它賣 合法 這件事是他聰明 這麼好的生意 是不是 你這樣 你不用想法給我 你不用想法給我 再抄這條橋 你用信給我 你用信給我 都是失敗的 你倫敦大笨鐘 然後寫著 你真的大笨鐘 你去買 不是 一個北京 一個英國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但是天氣的問題 終於我這個朋友 整家人回來了 他說不行 因為 他說我是大人 我頂得到這些天氣 但是那個小孩子 呼吸 第一 呼吸到的問題 第二 情緒的問題 第三 他說如果沒有陽光 他的成長 他的骨落成長 是有問題 所以他決定搬回來 OK 所以你說人生都是這樣 原來沒有陽光之下 所以一見到有陽光 麻煩大家 就曬一下自己 拿一條命出來曬一下 應該 快點拿 你拿來曬一下 我整天都曬的 Hello 這個早上 好了 我們大家一起 這個 拿一條命來曬一下 他說 哎呀 Francis打了第七針 是啊 他說你是鬼王 鬼王都追曬太陽 我是第一次見 是啊 鬼王都追曬太陽 是啊 Francis打完針 不是很舒服 Francis打第七針 我都追得過來了 我打到第六針了 OK 所以我再打多一支 我就和你平手了 幫你抹掉 多 我打到第六針了 打多一針就可以和你平手了 他打完COVID針 再打流感針 一下子打完 我之前就講過 一同一日 左右手 對 左右手 很亂 身體很亂 可能反正打 因為今年的流感很厲害 因為真的 有些人說 我打到第五針了 我打到第六針了 OK 因為我見人都和身體 我就是第四針了 你呢 不知道 在第二針 所以每個人都不同 每個人都選擇 OK 每個人都選擇 接著你 村長 最後 我是我的這樣的性格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是的 我可以曬著太陽去做鬼王 很少我這樣 十六度這樣看著外面大太陽 你都照直了 所以就是通靈之王 熱 熱 OK 他打了第五針 不是第七針 不是第七針 因為他今天確診 看到嗎 看到嗎 祝你早日開福 Francis 有我們陪著你們 笑著 確診都可以聽 當然有 是Malisa說他打了第七針 哎呀 Sorry 可不可以放大這些字 老花 瞎了 是啊 好了 為什麼Francis 確診 確診都聽著我們 開心病會快些 好 轉回來了另一單新聞 那